长乐显映宫 少兴八年公元1138年又称大王宫 妈祖庙应是福州沿海最早的妈祖庙之一 阴清光绪年间巨大的海潮被泥沙淹没于地下 从此立即 历史上就很少提及 连妈祖祖庙有关史料上也没有显映宫的蛛丝马迹 1992年6月 这座八百八十年历史的文化古迹重建天日 以其气势恢弘的建筑群 引起妈祖文化学者和郑和夏西洋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显显宫建筑面积达五千六百平方米 神像 住处 神堪古色古香 体现古代工匠优异的工艺技术 整个建筑布局堪称经典 前例照臂 依此建有牌坊 山门 将军殿 天飞殿 大王殿 天井 左右为中古楼 后院两边角楼相置 两翼配殿附龙 回廊绕院 主次分明 格局有序 其已是巍峨 从显映宫出土的五十余尊神像 是福建省迄今为止 发掘的数量最多 群体最完整 年代最久远的泥塑神像群 其中发现的 巡海大臣神像 戏国内发现 现在最古老的郑和像 郑和像与妈祖神像 在同一座殿内合似 也是首次发现 显映宫 妈祖神像 郑和像 每一个历史文物 都在证明六百年前 那一场史无前例的远航 正是从长乐太平港启航 漫长的二十八年 七次四万里的远航 开辟了中华民族的航海史 完成了福建人 对海洋最杰出的赞美 明永乐十年 公元一四一二年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 奏请朝廷在长乐城关南山 修建天飞宫 清乾隆二十年 公元一七五五年 长乐天飞宫 迁移至西关化煤台 原长乐天飞宫的天后宫石匾 四块青石字刻 一组青石图刻 以及正片龙丹池原物 都转移到西关天后宫 保持长乐天后宫的原貌 这些都是研究 郑和下西洋极其珍贵的资料 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价值 与文物价值 从泰苍到长乐 从长乐七下西洋 二十八年的沧桑岁月 郑和率领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 与南海、印度洋沿岸各国 展开互物贸易与文化交流 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扩大货物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需求 是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新 大量的中国纺织品瓷器运往海外 妈祖文化也随之四海传扬 可以说 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文明的传播